不炒作、不烂情、不传绯闻等等特质 在现今的娱乐圈中可以说已经成为稀缺品 尤其是嫁入豪门 这一操作更是可以让不少的女星完成人设置的起飞 但是娱乐圈中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敬佩的女演员 她们并不依赖于嫁入豪门或烂情等手段来取得成功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她们都是谁 不知道里面又有多少是你认识的呢 第一位 韩雪 背景强大 无人敢惹 一股清流 提起韩雪 很多人都不免对她的家世背景比较好奇 似乎有一个无形的保护伞 韩雪本人也回应过多次 其中提及到自己出生在军人家庭 娱乐圈尽管对明星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透明 但是韩雪出道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很低调 她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不仅没有绯闻也没有炒作 这不免让人觉得她有些神秘 韩雪除了美还是美 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美 总感觉带着一股仙气 只以为她高冷 原来真的是因为不够了解她 就如她所说 若你爱我 我愿卸下防备 韩雪不仅低调 还很有原则 她曾经在节目中透露过自己有三部原则 那就是不拍吻戏 不把自己当圈内人 不和圈内人谈恋爱 这样的原则让很多人都对她刮目相看 也让她在娱乐圈中保持了清白的名声 第二位 有梅 如是一般的品格 出道近三十年 身处鲜光亮丽的娱乐圈 有梅始终热爱表演却淡薄不争 而在这低调的背后 有梅有着怎样的经历 又有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有梅从未想过要踏入演艺圈 她曾经是一名公司职员 不是专业的演员出身 但因为气质优雅大方 偶然间被选为沐云的男人的女主角 她从1995年出道到现在 已经出演了几十部的影视作品 但真正让她出名的 却是第九天长 小欢喜 永梅是一个低调不失个性的演员 也许她不够漂亮 但却散发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风采 最让我难忘的是 她在中国是离婚中饰演的独立 却又充满知性美的单亲妈妈 肖丽 对于永梅来说 中年女演员的困惑 她从来没有 有戏就拍 认真的拍 没戏就好好生活 沉浸式的生活 如今永梅已经迈入了53岁的年龄 然而她依然保持着令人羡慕的风姿 被广大人群视为中年女星的楷模 她的美貌和吸引力并不仅仅源于外表 更多的是因为她淡薄的态度和坚定的气质 第三位 韩红 唱歌无人能敌 做工艺无人比 有多少人是因为天鹿这首歌而知道韩红 并从那时起对她产生了喜爱 对于大众来说 韩红最初以一位明星歌手的身份为人所熟知 然而 除了歌手这个身份之外 韩红还拥有一个显为人知的身份 那就是工艺人 当谈及工艺事业时 许多人或许会对其持怀疑态度 在这个追求功名利路 金钱荣誉的利己主义时代 还有多少人真心投身于工艺慈善呢 即便有人参与其中又有多少人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呢 根据初步估计 韩红收养的孩子数量超过了300人 而她资助的人数更是无法准确计算 此后 韩红以专业的态度全身投入到工艺事业中 使其成为她新的支持力量 韩红不仅仅是在工艺事业中捐款 她远超其他明星 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 她不辞辛劳地走进救助现场 亲自将捐款和物资送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在1999年的贵州马领和缆车事故中 一对夫妻在缆车坠落前 勇敢地将两岁半的孩子高高托起 虽然他们因此失去了生命 但幸运的是 孩子只受到了皮外伤而幸存下来 央视晚会前夕 主办方与韩红进行了沟通 希望她能为晚会创作一首主题曲 在韩红浏览灾难相关报道时 得知了这一消息 深受异对父母的行动所感动 她是之为一次爱的奇迹 于是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并改名为韩厚厚 为了深刻感受坐缆车时的恐惧与无助 她特意体验了一次坐缆车的过程 当缆车正常运行时 她能够想象出坠落时人们的心理状态 回到家后 她写下了天亮了这首歌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这首歌发布后 背后的故事让无数人落泪 也感叹韩红的温暖 2008年汶川地震 她成立了救援小组 进行救灾募捐 筹到了价值近千万的物资 立马前往汶川展开救援 在一片破碎的景象中 韩红深感悲痛 并多次落下泪水 废墟之下 一个小女孩成为了孤儿 她和女孩紧紧拥抱在一起 女孩用纸巾为韩红擦去泪水 这一场景深深触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韩红从不会袖手旁观 只要她目睹灾难 无论是地震 泥石流还是洪水 她都会率领救援团队迅速奔赴前线 她毫不顾虑自身安危 即使受伤 也坚持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如今已经接近50岁的韩红 并没有组建家庭 没有亲生子女 只有一群被她收养的孩子 当大众看到韩红那胖胖的身影时 总能发现她浓重的黑眼圈 为了慈善事业 韩红几乎耗尽了自己的财富 甚至面临破产的边缘 韩红在谈到罗沙海市这首歌时表示 我诚挚地邀请大家聆听这首作品 因为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超过一首普通的歌曲 这首歌承载了我过去十多年来 希望传递的信息和话语 她想通过这首歌传达她内心的真实感受 反映她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 长达十多年来 韩红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她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帮助他人的善举中 本应该收获更多赞美和肯定的韩红 却未能如愿 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人总是用小人之心揣渡君子之父 认为韩红的减少演出和参与公益事业都是出于私利 第四位 于飞红 人间清醒的女神 于飞红是娱乐圈中工人的女神 她的美很高级 看起来有一些高傲和冷清 她的性格是温柔中带着坚持 有一种端庄的从容质感 于飞红出生于浙江杭州 优越家庭条件给她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条件 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面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儿更加包容 也具有足够的能力让于飞红尝试多样的兴趣 在演艺圈中 于飞红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女性 她的演艺生涯长达三十年 经历了风雨坎坷 却始终保持着出色的状态和良好的口碑 她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扮演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无论是温婉善良的女子还是坚强独立的职业女性 她都将其演绎得非常逼真 观众通过她的表演能够深刻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 自2009年后 于飞红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可对于飞红来说 她从未想过在圈内有什么地位 2014年 于飞红再次回到大众的视线 她重新进入了影视界 并积极参与了多个访谈综艺节目 五年间她的消息一直没有传出 所以当她再次出现时 让人们都感到惊喜 作为曾经身处娱乐圈和名利场的人 她始终不受外界的诱惑 也从未考虑过要迎合任何人的期待 在外界看来 她或许显得神秘莫测 是一个高冷的女神 她既温柔而不失力量 又沉静而坚定地追寻自己的方向 通过她的行动 她展现了最美的一面 现年52岁的于飞红至今仍然单身 这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疑问 那么为什么这位优秀的女演员 选择了一个独身的道路呢 第五位 西美娟离婚后孤身27年 西美娟凭借口碑赢得了成功 在人品端正方面 更是展现了她的非凡魅力 西美娟在过去十几年里 活跃在荧幕和荧品上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明星 然而 她不仅仅是为大众提供娱乐的明星 更是一位将表演艺术 发挥到极致的专业艺术家 西美娟是一位专注于 扮演母亲角色的演员 她用敬业成就了一生的事业 回收往昔时 提及西美娟饰演的那些母亲形象 无人不被深深打动和感动 她用自己精湛的表演技巧 细致入微的刻画了 每个母亲形象的真实 感人和令人动容的细节 她的演技超越了简单的表演 更是对母爱最美好的诠释和崇高致敬 西美娟在谈论表演时 常常提及一句话 在表演中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体验 就是让观众看到角色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那是由于文化涵养富裕的 她将生活比作庞大的舞台 认为无论扮演怎样的角色 都必须真实地融入生活中 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栩栩如生 富有温度的人物形象 然而西美娟的婚姻并不美满 在产后不久 她就遭遇了离婚的打击 对于任何女性来说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更何况她还需要独自抚养孩子 西美娟并没有被这个困境击垮 相反的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孩子的照顾上 并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温馨而幸福的家庭 西美娟在过去的28年中 一直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她精心呵护孩子们的生活 并全力工作以确保他们的生活品质 西美娟用深沉的爱和耐心 培养孩子 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和关怀 为孩子们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和呵护 第六位 陈树 风情万种 但极为专一 陈树的美 在眉梢 在眼角 在唇线 在姿态 处处是时尚 回眸有故事 艺术世家出身的陈树 骨子里流淌着温文尔雅的血液 提到她 有人会想到新上海滩里的方燕云 有人会想到《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 有人会想到长安道里的林白玉 无一不时尚万种 似乎时尚优雅 就是她的代名词 陈树不仅仅是个演员 还是个歌手 曾发行过个人音乐专辑 除此之外 她还担任过主持人 并在多个公益项目中担任大使 2011年 34岁的陈树和澳大利亚籍钢琴家赵姻姻 在巴黎岛举行了婚礼 不同于其他女星的是 这场婚礼办得很低调 现场的工作人员 比道场的嘉宾都要多 很多亲朋好友和圈内大咖 都是用视频的方式送上的祝福 如于评价过陈树 很女人 很精致扬岚赞美陈树 以前人们称呼我是知性的 其实我认为 陈树才是知性女人的典范 第七位 潘红 孤身几十年的女神 她被称为80年代的悲剧女皇 她在多部影片中塑造的形象 令人时隔多年仍记忆犹新 她的出色表演已经被观众所公认 是首位登上时代周刊的华人艺人 多年以来 潘红一直活跃在影视圈 她塑造的恶婆婆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她所饰演的角色 总是展现出一些强势和蛮横的特质 然而 这位在荧幕上扮演恶婆婆的女演员 在年轻时却是个绝世美人 被称为明星中的炙手可热人物 她有着迷人的眼神和无法抗拒的美艳 然而 和影视形象截然不同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68岁的潘红 却是无子无女 截然一生 她大部分的时间都独自一人待在家里 度过着寂静的岁月 有时候 潘红会陪着母亲外出 或者有朋友约她出去见面 但是温馨的时刻总是短暂 接下来她再次陷入孤独 每当她独自坐在院子里 听到远处孩童的嬉笑声 内心涌起无法言说的寂寞感 她非常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的演艺生涯堪称华丽传奇 以其出众之美貌初登舞台 后又凭借卓越的演技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轻衣演员 尽管同期女演员渐渐淡出观众视线 但潘红却依然活跃于舞台 成为华语影坛最杰出的传奇之一 尽管如今已经是68岁高龄 潘红的五官底子仍然非常出众 她的面部轮廓非常立体 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年岁的增长 时光为她增添了一种柔和和温暖的气质 让她立刻从众人中脱颖而出 第八位 源泉 一生只爱一人 有的美丽有着得天独厚的颜值 有的美丽靠后天的装扮 而有的美丽却是由内而发 是骨子里的 就像源泉 就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美 优雅贤静 高贵之性 源泉无论是在职场剧还是古装剧中 她都展现出笔直的身姿 让每个角色都充分展现了她自己的气质 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归功于她学习京剧七年的经历 因为京剧对她的体型要求极高 源泉不仅在演技方面出色 还擅长京剧和花样表演 她的歌声也非常动听 曾经她与靖东合作演唱了《当爱已成往事》 多年来 源泉成功扮演了许多聪明能干的女性角色 从庆余年到流金岁月 每一个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让人难以忘怀 甚至连作家于华 在看完她表演的话剧活着之后 也不吝赞美之词 角色就是她自己 即使她柔弱而孤独地站在那里 也比别人强大生活中的她 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与其说像女明星 不如说更像普通人 她对物质追求毫不在乎 喜欢花时间陪伴家人 并且过得井然有序 在综艺节目中从未见过她的身影 这让我们对她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但可以看出 她内心充满了许多思考 不愿被外界复杂的世界干扰 渴望拥有自己独特的世界 这样的纯真女孩 在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第九位 严炳燕 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影视女神 倪平曾大赞严炳燕 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 没有之一 当年严炳燕因一个角色 获得八项影后奖项 结合往事 严炳燕被大家称为欠债最多的影后 她不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炒作的明星 她更愿意选择一些小成本的文艺片 或者一些有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的作品 严炳燕地道的北京人 可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她的语调平稳 细腻 初次见面 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她来自南方地区 曾是北京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不是学院派表演戏的科班出身 而是以半路出嫁的方式 成为演员 她注重的是角色表演的精彩呈现 对电影的票房和利润毫不关心 这种性格特点 导致许多商业片不愿意聘请她 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拍戏就是为了盈利 需要演员与影片一同进行宣传炒作 而严炳燕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 因此 一段时间内 她找不到任何戏拍 2012年 一部万件穿心让严炳摘得多个影后 一举成名 一度被媒体称之为中国的梅利尔斯特里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十足的大校女 为了母亲甚至放弃了当红的演艺事业 不论是事业上还是在校心上 严炳燕都无可挑剔 可为何她一直单身未婚 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第十位 李小萌出道20年不拍吻戏 她的理念值得尊敬 李小萌 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 可能并不陌生 她曾经是平凡的世界里的田小霞 爱人同志里的沈梦苏 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里的小青 李小萌早年并未有过演艺梦想 她是一个多才多艺 兴趣广泛的女孩子 从小学习语言 体育 主持等方面课程 兴趣爱好也很广泛 尽管父母给予很大的压力 她仍然努力地完成每一项任务 发展出了多个特长 她在14岁时参加了天津外国语大赛并荣获冠军 之后 她开始涉足歌唱比赛领域 2001年获得了通俗组唱法的金奖 并在第二年 在全国青年歌手大赛通俗唱法组中获得优秀奖 此外 她还在艺术节上担任过中英双语主持人 这些宝贵经历 使她在娱乐圈迅速展露头角 展现出专业才能 李小萌以多样化的角色形象而闻名 然而有一项始终如一的原则 她从不参与吻戏 这是她对自己和观众的承诺 也是对演艺事业的坚守 她深信 吻戏并非表达爱情的唯一方式 亦非衡量演员水平的标准 她更注重角色内心的刻画和情感的传递 而不是依赖身体接触来吸引眼球 她坦言 吻戏难以拍好 容易让人感到尴尬和做作 我更喜欢通过眼神和语言 来表达爱意在当今娱乐圈 罕见而珍贵的是 像李小萌这样独特的演艺里面 在一个充满激情戏和裸露场景的时代里 她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不随波逐流 不为名利所动 只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看完以上这十位清流女性之后 相信很多人会深感触动 在这个充斥着物质欲望的娱乐圈中 她们能够保持自我保持清醒 实在是难能可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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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